各位大家好 我們在做線上教學Google Meet的時候 最擔心的就是 學生的麥克風打開來 產生回音聲音 那 老師嘛就會叫學生啊 趕快把你的這個麥克風關掉 只有這個方法嗎 我們這裡介紹一款就是 抗回音的麥克風跟 揚聲器 麥克風跟揚聲器是 同一整合在這裡面 那我們來實際看看是怎麼連接 以我的小孩為例 他現在在做 線上教學Google Meet的線上教學 那麼我現在就是用這個抗回音的麥克風跟揚聲器 用USB線連接到電腦 然後呢在做Google Meet的教學 那麼傳統啊 這個地方要關掉 聲音 我們不用關掉了 就可以直接開起來沒問題不會有回音 這樣子 這樣子那麼我們今天就要介紹說這一款抗回音 的麥克風跟揚聲器到底怎麼使用 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為什麼我們 在做線上教學或者是視訊會議的時候 常會聽到賣那個回音的聲音 就是會哦的聲音 這個啊這個原理就跟我們 以前小時候打電話到call in節目在買藥 的時候是一樣的道理啊 因為我們打電話到那個電臺的時候 那個 你的那個電話筒 講出來的聲音 就會被電臺放出來 啊電臺放出來呢 的聲音呢又會被你的那個電話筒給收進去 啊這樣就產生一個無窮回圈 就會造成回音 啊這個原理就跟我們現在那個 線上會跟視訊會議的原理是一樣的 你現在講了用麥克風講的話 然後呢 這個電腦放出來 他放出來又被你的麥克風收到 他就一直無窮回圈無窮回圈 啊然後沒辦法收斂的時候就會產生回音了 那我們在想說 有沒有辦法可以消除回音呢 好消除回音有 大概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最省錢的方法 就是你不要把你的 電腦的 那個那個揚聲器放出聲音 你不要把它放出聲音出來啊 你就接一個耳機這樣監聽就可以了 好這是第一種方式 第二種就是說 我想把聲音放出來 啊又想講話就很自在就這跟好像在 會議一樣有沒有辦法 其實是有的 其實我們你要找尋的就是說所謂的 抗回音的這個麥克風 通常啊這種抗回音的麥克風 就長的是類似這樣 這個就是他的麥克風 跟你的耳 這是麥克風麥克風就是講話進去的嗎 還有跟你的揚聲器通常是同一臺機器裡面的好 啊這時候你 你就只要用他的usb連接電腦 這樣就可以操作了 所以我們這一集就要介紹說如何操作這一款 另外就是說我們會比較說 哎 哎啊真的有那麼抗回音的效果嗎 我們要比較說 有家這用抗回音的麥克風跟沒有抗回音的麥克風 到底有什么差異 我們來做個比較給你看一下 好我們先介紹一款就是說 我們用一般最那個內建的筆電的麥克風 跟筆電的揚聲器放出來 啊這樣會產會不會有回音呢 我們來做示範給你看 那我用比較 我用一個軟體就是用obs來示範 將那個聲音放出來 那就產生個回音的效果啊 我我示範給你看 好 首先呢你就這樣啊 我就用我現在用的是那個電 那個電腦內建的這個麥克風跟 電腦內建的這個 那個 喇叭放出來給你聽一下 好我現在轉到那個我現在轉到 電腦的喇叭 跟電腦的麥克風好轉過來給你聽哦 有沒有聽到 就是有聽到滴滴滴滴的聲音滴滴滴的聲音 他就沒辦法收斂好 那我們現在換上加上這個 這個 看回音的這個麥克風會怎麼樣 先將這一個的看回音的麥克風的USB 插上去 好插上去了 他這邊就有個USB的洞嗎 你就把接上去就可以了 示範給你看 好把這個USB連接到你的電腦 連接進去之後會發生什么事情 這時候呢 你電腦的 喇叭就變成他 電腦的麥克風也會變成他 然後他們有經過特殊的處理就會 有看回音的效果 好通常這種看回音的效果是兩個 喇叭跟麥克風要做在一起 他們會 去計算批配那個 那個回音的 那個 那個算法 然後才會把它消除掉 如果你的 麥克風跟你的 喇叭是分離式的話 很容易產生這個 回音的效果 那這種他是有特殊處理就是 麥克風跟你的喇叭都做在同一起 那這樣子他會去計算 很容易就可以去 就會把那個看回音給消除掉 我示範給你看 我把這接到你把這個 USB接到電腦 然後我現在一樣像剛剛一樣我把那個 聲音給打開來 然後來示範出那個 我那個效果 好現在我已經連接這個看回音麥克風 那我們跟你講一下說這個聲音其實已經從 這邊出來我示範給你看一下 我打開個youtube給你聽聽看 好這時候我就隨便上一個youtube的影片給你看一下看是不是聲音是不是從這邊出來的好播一個影片給你看一下好 哦你看 這個聲音真的是從那邊出來的你看 設到resolution 對不對 聲音從那邊出來的 這時候 這台設備就是你的 一個喇叭了在這就是你的喇叭 你的喇叭你的麥克風就是從這邊出來 我示範那個回音的效果 好 我現在示範回音的效果給你看 嗨 嗨 嗨 我現在對他講話 嗨 有沒有聽到回音 嗨 嗨 哈囉 哈囉 嗨 嗨嗨嗨 你看是蒐 minority 他就沒有什麼產生回音的效果 這樣子反多的 他有現場的解敵 所以你這時候你試卻有的 那個 私券會議的時候 你就把你的這個 這個麥克風放在這旁邊 按就放出來 他講話就跟正常講話一樣 就不會產生什麼的回音 他會蠻消掉 這就跟你平常開會的時候是一樣的 好 好大概就這樣子 那這東西怎么到這個 google meet的使用呢好我示範給你看一下 好那我再給你 我們再示範給你看一下 好然后呢就上你的google 到你的google meet 好 他就開啟一個會議嗎 開啟 好你這邊看到個點點點嗎你就按下去 然後按設定 然後這邊有看到個音訊跟視訊 視訊呢就是抓你這一只或者是你的視訊擷取卡 沒關系哈音訊的部分呢 麥克風就選這一只這叫做抗回音 你就看到一個抗回音你就去抓 抗回音 然后呢喇叭呢去抓抗回音的 那麥麥克風這只這個喇叭這樣子 好你可以測試看看 好聲音就從這邊出來了 再一次哦 這樣子然後你可以測試你的 這樣子然後這時候就可以了 這時候你的你的玩法就跟你之前怎麼視訊過一就怎麼視訊過一 這時候 然後他 就變成是你的麥克風跟你的 揚聲器都在同一個上面喇叭 揚聲器喇叭就揚聲器嘛喇叭跟揚聲器跟麥克風都同在一起這樣子好的 大家就是簡單的一個介紹吧 當你這樣連接之後你的視訊會議就不會有 回音呢 那這就是靠他去把回音給消除掉 那當然我們在實務上在做操作的時候 你他這邊有按鈕嗎就是這邊有 有那個聲音大小聲的按鈕 建議你把聲音調到中間就可以不要調了也不要調太大聲啦 調到中間的時候你的聲音就會比較 就會比較自然一點啦 就中間就好不要調太大聲 就調太大聲是故意要測試他的那個 他的能他的那個效能怎麼樣嗎那就調到中間就可以了好那 這邊然後這邊有看到有一個 麥克風這個麥克風 暫時不要 就是你按下去的時候他就是沒有麥克風 按下去就有麥克風這樣子哈 就很簡單 簡單跟大家介紹這一支 看回音麥克風 視訊會議的這個設備 就跟我們聊天略了 你做甚麼 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